为了把关网购商品的安全性 卫生局针对网络电商平台 抽验贩售的生鲜蔬果及食用盐类产品 抽验30件有6件不合格 其中虾皮购物销售的百合羹、百合球和百合 重金属葛、农药残留超标 放心出蔬果网、榴莲、荔枝、检出农药残留超标 PC Home购物网贩售的法国葛宏的天然海盐重金属生超标 好 那在检验结果的部分 那20件的生鲜蔬果类的食品当中 有两件的这个生鲜水果 那是农药超标 那分别是贵妃一荷包跟越南的干腰榴莲 那另外有三件的生鲜百合产品 它分别是农药跟农药超标 跟重金属的一个超标 那分别是百合羹 它的产品名称分别是百合羹 北海道、白银、食用百合羹 还有日本百合羹 那这三件产品 都是这个重金属葛跟农药的一个超标 那另外在盐巴的 食用盐类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总共有抽烟了十件 那其中有一件叫做葛洪德天然海盐的部分 那这一件是检验出这个重金属生的一个超标 那总计这个三十件中有六件不合格 那不合格的比率高达这个20% 针对不符规定的产品 以令业者或移情所下卫生局 通知平台下架不得贩售 来源属外线试者 以移情所下卫生局采取 这几件这个农药超标的部分 它主要是违反了食安法 第十五条第一项第五款的一个规定 那并且我们会依食安法的第四十四条 第一项第二款 那可以处这个责任业者 主要是六万元以上 两亿元以下的一个罚还 那另外在重金属不符规定的一个部分 那主要是违反食安法的这个第十七条的规定 那依据它的食安法第四十八条 那我们命令它限期改正 那如果不改正的话 我们可以处三万元以上 跟三百万元以下的一个罚还 卫生局呼吁民众在网络选购食品时 因慎选有信誉的平台与卖家 并确认网站有清楚明确的产品资讯 切勿买来源不明的产品 网络贩售业者也应落实自主管理 贩售合格产品以保障消费者权益 记者林锡慧 台北报导